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梅根尚未得到医生的许可 只能尽可能地与丈夫一同返回 意思就是他不会一同返回英国 这将是哈利王子在2020年3月 搬到美国之后首次返回英国 而王室官员意识到 绝不能让哈利王子与王室的家庭成员 特别是他的哥哥威廉王子 在葬礼上表现出不和 因为在确认哈利王子会出席葬礼之后呢 很多王室粉丝已经开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表示菲利普亲王绝不希望看到他的两个孙子不和 自哈利离开王室起 威廉对弟弟的不满被彻底爆发 在他眼中 哈利背弃了他的使命和国家 而在一个多月前 哈利梅根又在奥普拉文弗瑞的采访中 向女王和一众王室成员发起了攻击17项 完全不同的严肃指控 让威廉王子气得无视女王命令 直接公开向这对夫妇发起回击 但是现在兄弟两人必须暂时的方向矛盾和分歧 随称两位王子已经商议好 在菲利普亲王的葬礼开始前 解决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但王室专家们认为啊 也许兄弟二人以及尖巧公爵夫人凯特米德尔顿 会坐下来坦诚的聊一聊过去的出现的分歧 并尽可能的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对方 但想要在一周时间内彻底的解决问题 根本是不现实的 就连王室内部人员也在采访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他强调时间很紧张 双方内心都存在巨大的伤痛 而且现在双方的注意力呢 都无法集中在解决问题上 然而对于他们之间的问题 都有着非常充分的了解 但同时他们也都记得 他的祖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 虽然他们之间的问题呢 不会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但在同样的悲痛之中 矛盾化解也是有希望的 显然王室内部对于威伦哈利 能彻底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根本不报信心 这次采访就好像是 王室给外界打的运防针 暗示人们时间非常紧迫 如果两位王子在葬礼上 表现的并不亲密 不要不满 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虽然无法彻底修复 但相信两兄弟也会商量好 先暂时的放下矛盾 因为根据葬礼安排 他们将向24年前 参加母亲大安娜王妃的葬礼时 一样并肩站立 只不过当时陪伴在他们身边的 菲利普亲王已经不在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24年前 菲利普亲王在大安娜葬礼上 原本是被安排在女王的身边的 但是当他得知英国EF 要求两位王子 跟随母亲的棺材游行后 大方雷霆 在这道计划无法更改后 只能在葬礼开始前 温柔地告诉两个孙子 我会一直陪在你们身边 在触景生情 回忆其祖父过去 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后 也许两位王子 真的会在葬礼后 兵事前嫌也说不定 接下来是 梅根不回英国奔丧 有孕只是其次 王室惯例也婉拒她归来 95岁的伊丽莎白女王 被外界誉为超长待机女王 是大英帝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她和菲利普亲王的爱情被奉为传奇 相依相伴70多年 度过了无数的艰难时刻 作为英国王室历史上 在位时间最久的国王配偶 菲利普亲王的一生 并非短短术语能形容的 恰如伊丽莎白女王自己所言 丈夫菲利普是她的支撑源泉 也是她的毕生之爱 生荣死哀的亲王 99岁喜丧 王室决定为她停临八日 随后以低调的 30人葬礼行事入土为安 吃瓜王室娱乐的粉丝们 在为老人家哀悼之后 也在默默好奇 退出高级王室成员的 哈利和妻子梅根 远在美国 等待二胎女儿的降生 他们会回到伦敦 参加爷爷的葬礼仪式吗 哈利王子夫妇的发言人 宣布哈利会回来奔丧 但有恩在生的梅根 在医生的建议之下 最终还是决定 留在美国不回去了 这其实早在人们意料之中 同时也是情理之内的事 所以说梅根在第一胎 还阿奇王子的时候 也曾在七个月大肚子时期 就乘坐飞机回美国 参加明星好友们 为他举办的盈鹰派对 而此刻外部大环境的因素 加上这一胎是他流产后 好不容易还上的 所以稳妥点是对的 但根据王室历史专家分析 随时梅根有孕指示其次 究其根本原因 按照王室家族管理 梅根一早就被排除在外 即便他想回来参加 也会被婉拒的 梅根和哈利王子的出走之后 从来不消停 还大方上了接受奥普拉的采访节目 他在访谈节目中 言语对王室诸多指责 对王室家族的形象 给出了狠狠的一击 而他的妆容打扮 更是和退位国王 爱德华巴士的妻子沃利斯 也就是著名的温莎公爵夫人 如出一辙 当年爱德华巴士为了和她结婚 挂官求去 让整个英国王室都对此人反感 梅根直接学她打扮 无疑是摆明了自己和王室的对立 温莎公爵夫人从来都不受英国王室待见 其余她的头衔和待遇都是最低的 她的丈夫退位之后 仍然享有殿下的名号 但她却没有 而最为明显的轻视 则是在女王的父亲 乔治六世去世后 她的葬礼仪式 王室也只是邀请了温莎公爵一人 拒绝了公爵夫人同行 梅根和哈利已经声明 退出了高级王室成员 女王也发表了声明 确认他们不会再回去 然而所有的王室封号 以及荣誉身份 统统的被收回 只被看作是女王亲眷 再也无任何头衔 可哈利毕竟是 菲利普亲王的孙子 血缘关系怎么也斩断不了 爷爷的葬礼 他与情与礼都该参加 所以王室的遵循参照 温莎公爵夫人当年的待遇 婉拒她的妻子梅根回去 也就顺利成章了 但这能怪王室狠心吗 认真的说 女王全家对梅根够可以了 她访谈一席话 所造成的后果不小 甩锅骑士阿琪的肤色 含糊不清 指向不明 搞得像王室人人都有份一样 再不想办法和她划清 只怕后面哪天她不满意了 更会是一波接一波的爆料与指责 至于梅根本人想不想回去呢 她应该也是不愿意的 毕竟和王室家族已经撕破脸 她和汉利夫妇的人缘 也是跌到了谷底 英国大多数王室粉丝 都对他们急急反感 何必顶着大肚子回去挨骂呢 接着大肚子有孕在身 梅根与英国王室总算有了一次默契 不回去对双方来说 都是最好的选择 苦了哈利王子 就在夹在妻子儿女 以及王室家族中间为难了 只不过这也是求人得人 虽说他们根本就带不上 那沉甸甸的王冠 也是必须要为自己的决定而买单 稍微卖了